大家好!我是陈老师!欢迎各位今天开始收看我们的诚实世界新闻!今天我来谈谈最近发生的世界大事与国际脉动!开始之前,请各位按下订阅小铃铛跟赞的按钮,这样老师下次更新的时候,您才能获得通知哦! 这几次来,台湾内发生了6月1日的韩粉大事丝,聚集了号称30万人的大集结的行动!而且这个还是非由政党动员,而是由单一候选人跟他的后援会所发出的召集令!这个举动在中华民国的民主历史上是绝对少见的状况!即便是过去太阳花或是红山巨 甚至更早期的野百合!背后其实都少不了政党的奥元影子!参加人不是有纪念品!就是包便当有吃喝!而这次韩粉的四四运动却是反其道而行!与会者有很多是自费从国外飞回来的!以及自费包游览车或是自发性的前往!其中没有政党的看板!甚至国民党的看板!更没有党国的看板! 中国大佬的身影!无论我们是不是支持韩国瑜!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用我们的眼睛跟智慧!牢牢记得!这一天!曾经有这么多人!摒弃了政党的概念!第一次的展现了民主的底气!如果说亚洲曾经有民主!那6月1号将是民主历史上!应该被记载的一天!那老师支持谁呢?老师跟大家一样!会在投票日!在 投票所那边,投下自己那微不足道的一票!给自己认可的候选人!至于谁会当选!自然这是要看天意了!什么是天意?得明心者!得天下!过去几千年来的历史中,从来没有变更过! 这点转到美国!新一代的政治狂人唐纳!特朗普!最近也开始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贸易壁垒!特朗普!也就是我们说的川普!他目前的行为!跟老师上次在中美贸易战第八集中!所谓的历史性的做法!是如出一辙的!特朗普对墨西哥!采取突发性的高额关税! 直到墨西哥愿意限制非法移民的活动!也就是说!川普要墨西哥出钱!来修建美墨边境的围墙!让特朗普能够在竞选连任的时候!可以对他的选民说!他之前曾经说过!要让墨西哥自己出钱!改围墙!这点!他有做到!无论墨西哥愿不愿意!这笔钱都会在关税上!让墨西哥出钱!来交给美国! 美国政府!而在另外一方面!特朗普又取消了针对印度的普惠措施!也要对印度的出口!是美国的商品!开始课征了关税!这个普惠措施是什么呢?就是依据1974年的贸易法!所实施的贸易制度!是指发达国家单方面的!对发展中国家输入的制成品!和半成品!普遍给予优惠关税的代表! 是在最惠国待遇税率以外!进一步的减税!或全部免税的更优惠待遇!印度在1975年成为美方普惠制的受益国!出口美国的汽车部件、轮胎和电器部件等等!都获得零关税的优待!而这个优待!将于6月5日取消!也就是说!美国是中美贸易战的战线打开以外! 也开启了针对了墨西哥与印度的战线!这还不包括了!正在谈的日本汽车相关的反清水案!可能会在90天后,又开启了新一条的战线!川普或是特朗普的行为模式!实在是令人很好捉摸!因为在这场战争的下面!特朗普要的是短期极大的混乱!让大家都因为他的决定!全部人仰马翻!然后在最混乱的时候! 他再出来说!只要大家都听我的!那一切都会恢复正常!至少是他要的正常!关于这个!老师讲一个关于特朗普的一个小故事!特朗普以前瞄准过一个极难标得的地产!叫做拉玛哥庄园!那他现在被称作海湖庄园!这个庄园啊!当时特朗普想要以2500万美元把他标下来!但是却被管理 管理委员会所拒绝!因为管理委员会不认为!川普他会好好的待遇这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大庄园!的确!川普他有自己的打算!但是买不到怎么办呢?他就以300万美元!买下了庄园外面的一块土地!并且放出消息说!他要在那一块土地大量兴建平民住宅!也就是贫困百姓的廉价住宅!而这块土地正好卡在! 欧马哥也是海湖庄园面海的那一块的地上!如果盖起来了!那他整个海景都完蛋了!所以当时让这个海湖庄园的房价全部崩盘!后来在经过了协商!特朗普保证!他一定会善待这个庄园!保护里面的文物!后来管理委员会他基于无奈!仅仅只用了700万美元!把这个诺大的庄园! 建价的卖给了特朗普!而特朗普一收到这个庄园的地产!立刻把里面的古董家具跟文物!全部的卖掉!然后换上了一批纺制的家具跟文物!据说他这个卖出的金额高达了1000多万美金!也就是说!特朗普他用了策略!空手套白狼!不但没有花钱就得到了庄园!而且 还多赚了一大笔钱!去新建了额外的建物!后来更在里面设立了海湖俱乐部!收取会费来赚钱!从这个故事中!我们可以看到!特朗普最擅长的!就是把对手逼进死胡同内!施展他的极限施压!然后再宣布网开一面!让你认赔杀出!最后他是即得到利益的那一方!也仅仅只有他得到利益!而这次特朗普 特朗普的顾忌从事!虽然他是希望能够把产业通通留在美国!让美国再度的强大起来!能够不被亚洲或第三世界有银头赶上的机会!但是毕竟治国跟做生意做地产不一样!商场上大家计较的是一个利益!而国与国之间不只是利益了!还卡到了民族主义!印度跟中国的民族意识是属于 一种宁为玉岁不畏瓦权的态度!而日本作为曾经的世界征服者!对于美国之前的贸易制裁!导致现在日本长达20年以上的不景气!他不可能没有想法!以老师的观点来看!如果川普想要营造美国至上的光芒!并要求全世界的人种!都跟他们低头!那以亚洲悠悠的朝代历史!肯定会让川普有很大的挫败!因为无论是中国! 中国!印度!或者是日本!这些国家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!经历过了各种不同的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与斗志!在这么充分的练习之下!美国最大的南北战争!不要说中印两国了!最多也只是类似日本的官资源大战!虽然人数跟规模是有点不同的!但是其中对于各种外交跟治国的经验!对川普来说!他还是十分欠缺的! 再来我们看到欧洲!欧洲近日发生的大事件!就是英国首相梅宜!风光的从脱欧议题上,尚未在掌声中进入了唐宁街10号!却也在三年后的虚声中!被迫主动的擒辞来持续英国首相的位置!即将搬离了唐宁街10号!这个状态!不只对于英国的政局!且对于整个欧盟的统治! 都有很大的意义!英国保守党努力想操作民粹!让政权更加稳固!但是现实状况就是!英国的民众很快的从保守党脱欧的骗局中!醒了过来了!而且最大原因是!新一代的年轻人!并不支持保守党的策略!这也同时是因为!赞成脱欧的民众大多都是老年人所投的票!因为他们身处过! 过去的日不落大英帝国的时代!对于他们来说!英国应该是世界的中心!而不是欧盟的一员而已!而恰巧的是!新一代的年轻人!接受到网络的大量资讯!他们所理解到的英国!跟老人家是完全不同的方向!而英国脱欧的方案!不但欧盟把他打枪!也同时为英国国内的议会所不能接受!所以当没下来! 下台之后!他的首相位置是交给更极端的英国至上的人!当首相!或是更加和缓!争取脱欧的变数!甚至考虑跟美国这个远亲站在一起!来试图的悬边站中!获得意思是好处呢?不过无论如何!正在详方设法!稳定欧洲局势的德国专利梅克尔!在这场由年轻人美国所要制造的关税壁垒中!目前还不会随美国 其舞,加入反中的行列!而事实上!无论英国或欧盟有如斯多的旗舰!但以目前的状况来看!大部分的欧洲仍然还是选择华为作为5G的设备供应商!即便目前美国想要拉拢欧洲!但这个不确定特朗普他会不会连任的状况下!欧盟的人眼旁观!或许是可以成为定论的!最主要的还是根源在欧盟的组成!就是从 过去的历史中学习到!只要欧洲的大家抱成团!大家都抱着一起!那美国过去有胡佛搞出来的事!不会再对欧盟有毁灭性的伤害!以欧洲这个悠悠的民主与共和体制交织的历史!美国或许对他们来看!也只是一个血气方刚的西部牛仔!真要搞什么事情!欧洲还是会受伤!但不会再一次的被卷入了战火! 最后我们来看到穆斯林的世界!在美国不断的开启战线的状况之下!伊朗跟阿拉伯世界开始出现了选边站的异味了!首先对伊朗的百域军火订单!据传是由中国来接下!而杜拜的5G建设!目前也是交由中国的华为来担任!就如同老师上次在直播时候讲过的!中国的鸿蒙系统!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! 成为世界的前三大作业系统!因为大家都知道!没有系统可以真正的安全!但是与其交给美国全面掌控!不如尝试着使用中国的系统!至少在中国现今的状态下!是接受伊斯兰世界的交涉!而特朗普总是把伊斯兰世界当成了仇敌!加上美国过去几十年不断的在第三世界上!点起一次又一次的战火!与屠杀! 如果中国这个古国愿意站在前面!那阿拉伯跟其他穆斯林世界!将可拥有的他们过去拥有的资源!重新展露在世界舞台上!完成他们伟大的伊斯兰世界!对他们的眼光来看!何乐而不为呢?最后我们仍要看看中国的内部!也同样的令人担忧!在川普的极限施压下!中国的经济成长很明显的将面临放缓!甚至是停滞! 银行监理的金融体系!可以见到正由中国的政府大力的紧缩!把银行的权力快速的收回国家监管经营!例如最近发生的包商银行案件!都会有所变化!而在这个紧急状况之下!内部所有的就业矛盾!也必须透过强而有力的手腕!才能够进行!如何才能让沿海都市的外漂青年!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家乡就职! 这是目前中国内政的当务之急!当然!我们也看到!在沿海经济爆发的同时!过去近十年来!都在大力整顿内陆都市的建设!甚至新疆等地!都进行了极大的力度!去做都市更新!扫除了破旧的都市!以及部落!建立起一间一间的水泥森林!已经几乎半逼迫式的!进行了土地改革!也或许在这个改变跟改革之后!能够 促使!已经在外乡见到繁华的外乡有子!能够有机会返回他的故乡!把大城市的经验!带回农村或乡镇!给予新一波的商业建设!当然!这个事情!会不会如中国政府!这么样!如此!希望的进行!就得看中南海的策略!是否能让新一代的!也就是文革后十年!出生的!这一波小皇帝们!同意接受!或者是配合! 而这些!当然!也跟美国息息相关了!因为特朗普的极限施压!对于善于激起民族意识的中国政府来说!会是有很有力的统治催化剂!或许能让中国重新登上世界最强国的推手!就是美国了!感谢各位今天大家的收看!我是陈老师!如果你对本集节目有任何看法!欢迎在下方留言!下方的视频列表!是老师推荐的视频列表!欢迎下方的视频列表!欢迎下方的视频列表!是老师推荐的视频列表!欢迎下方的视频列表!欢迎下方的视频列表! 新朋友浏览!老朋友回顾!若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!在视频列表!则最下方!有老师的联系方式!我是陈老师!我们下次见!